各位朋友大家好 每次都為各位介紹外面的美食 今天就來個野炊 讓大家看看我們今天煮了什麼東西呢 這是昨天從龜虎魚港買回來的 虎斑蝦 還有花蟹 由於是野炊 所以也沒有蔥薑蒜 也沒有米酒 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們把虎斑蝦剪成一半 然後再放上花蟹 開始大火蒸8分鐘 就是這麼簡單 什麼東西都沒有 全部都是吃原味 這是剛蒸好的虎斑蝦 增海鮮不用太久的時間 所以一下就好囉 我們買的虎斑蝦一斤780元 大概三隻一斤 一隻大約在260-300元左右 花蟹大約7隻1000元 老闆又送了我們一隻 所以八隻1000元 平均下來大概四隻是500元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晚餐囉 準備開動囉 這虎斑蝦的肉很紮實 吃起來很Q彈 很好吃 吃起來比炒蝦更過癮 比龍蝦更便宜 如果拿吃龍蝦的錢 拿來吃虎蝦 這樣子是比較划算的啦 雖然現在不是吃螃蟹最好的季節 你看 這螃蟹還是很好吃喔 肉也很多 很甜 真的很好吃 而且每一隻都有蛋喔 最後我們拿 蒸海鮮的水 加上一些白米 煮成稀飯 就是這麼簡單 也沒有放鹽 什麼東西都沒放 只放了一點黑胡椒粒 今天也吹蒸榮宴 就為各位介紹到這裡 希望各位會喜歡 喜歡的朋友 別忘了幫我按讚 及分享喔 新朋友也可以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感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